好 直播各位觀眾來關心喔 二二八廉價的最後一天 不少人把握時間睡到自然醒 但是看看這間菜市場 大清早的卻是大排長龍 攤位前面滿滿的都是人 民眾犧牲睡覺的時間 起床來排隊 來看一下現場狀況 現在不用排隊了喔 現在你看 他說不用排隊已經沒有了 才一下子攤販就不賣了 有些顧客有買到雞蛋 但有些人才剛剛到就被通知 只剩下紅人蛋跟土雞蛋 這是位在新北市新莊的紅泰市場 二十八號上午人潮滿滿 長長的一條隊伍 甚至排到隔壁商家的門口 這些民眾通通都是為了要買雞蛋 老闆甚至直接跑到大馬路上 發放塑膠袋 顧客一個個低頭在挑蛋 生怕一個不注意 蛋就會被搶光光 以上最新消息 攻擊小鈴鐺